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二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修读微学位课程对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利大于弊 正方是补血会上至英文书院 反方是性工会雷明才中学 现在让我介绍双方的辩元 首先是正方的主辩张永英同学 第一副变 龙子欣同学 第二副变 高卓妍同学 杰变 仇乐斯同学 反方主变 韵正熙同学 第一副变 钟卓瞳同学 第二副变 郑铃同学 杰变 黄斯同学 而我们都很高兴今天请到三位评判 为今场的赛事去评分的 他们分别是英华书院辩论队教练 杨展康先生 第二位是可峰中学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李子正老师 最后是华英中学辩论队前教练 杰淑文小姐 今场的比赛分为主辩 台上发问 一副 二副 台下发问 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的时间是4 3 3 4 每次发言的时间 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丁 够钟就会有两丁提示 丁丁 超时15秒就会有三丁提示 丁丁丁 够钟的话主席就会打断辩元的发言 详细的赛规早前已经传给每间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好 都没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先请正方主便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呢 请先开麦和我说声 可以 那我就可以帮你解释了 可以 丁 在座各位大家好 21世纪 创科发展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主要动力 根据香港2030家发展蓝图指出 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有金融科技 智能生产 创新科技等 因此 世界各地均在指令争夺相关的人才 香港青年协会指出 青年学习 和实践数码能力 能够提升他们未来的竞争力 有见及此 本地和外国早就开创了美学位课程 例如优达学院 科啟学院 美国人民大学等 课程的内容涉及金融 科技 酒店管理等 美国人民大学近于2014年 获得远程教育委员会的国家认可 由此可见 微学位受到了社会的重视 已经变得日渐重要 而面对社会发展步伐急速 学生通过参加短期而内容高度集中的微学位课程 能够更快地学习到相关的技能 快狠准地解决社会人才的问题 衡量微学位课程的利弊准则在于 微学位能否对应未来公众的需要 增加工作机遇 我方正立便提原因有二 一 微学位符合未来发展方向 能够未与筹谋 大学课程专科化 课程多数专注于在学生收睹的专科 为课程未能涵盖所有工作需要的知识 以至于达不到公司对应精子的要求 以计算机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为例 计算机科学要研究计算机 自动计算本身的性质、规律和问题 更注重理论研究 计算机副工程学就是研究计算机系统 和其应用技术的一门科学 有设计个人电脑和超级计算机 更有使用计算机来架架一些应用上的问题 例如晴控机场和家电监控系统等 大学课程只可依比学生二简一 无法谈盖所有知识 但微学位可以 邮达学院的课程包括了两个专业 例如自动驾驶、云计算等课程 学生都可以读完 因此微学位就像鸡精课程一样 通过短而有效的课程 微博大学课程的不足 香港年轻人可以读完专科技能 令竞争力提升 想贩问有方同学 青少年缺乏相关的技能 又读不完知识 有方又要怎样帮助年轻人 令他们跟上世界的发展呢? 二、与世界各地的竞争力 青年竞争 微学位在世界不同地方都有国际认证 亦受到了不同国际大公司的认可 甚至针对公司人才需求 合作设立课程 在世界上都具有一定的地位 以邮达学院为例 他们跟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合作 将公司对网站前台的人力需求导入课程 课程结束了之后 除了可以取得学位 还有资格在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工作 除此之外 邮达学院都有跟面书、推特、MongoDB合作 利用他们的大数据、设计资料分析的课程 但随着微学位占出国际化 国际的大公司在评程上都渐渐提升 而2017年 当今全球最大的求证网站 Indeed进行的一项调查件事 更七成的雇主 更偏向招聘拥有微学位和大学位的毕业生 日次可见 收督微学位对香港青年而言 更容易行接世界竞争 同时增加工作机遇 最后想反问有方同学 现在的年轻人 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就业竞争 如果可以在微学位课程中 学习到新的技能 变成力会是高了还是低了呢 多谢各位 好 正方主便发言时间是3分51秒 没有超时的 开始 现在我们请反方主便发言 没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前可以开麦和我说声 可以了 定 主席评判作者各位 大家好 讀多点书 学多点东西 竞争率高点 整件事都似乎很合理 不过以上的想法是源自一个对比 就是原本你是不读书不学习 这样的情况下 收到今天辩合所讲的微学位课程 才会有有方同学 刚才几分钟所讲的理处 然而香港又有几多青年 真是不读书不学习呢 青年的界定于联合国 世卫和香港总计处 都是指年龄介乎 15至24岁的人士 他们正值入读高中 高级文贫 副学士 学士碩士 课程的年纪 在不同环节上 青年原本就是在学习中 有方刚才说的微学位课程内容 青年大可以在学校里面 工作一个完整的课程 这样的对比之下 有方所说的微学位利处 究竟成不成立呢 而且在竞争力方面 双方界定都必须同一 根据香港青年发展事务委员会 2015年的研究 就着青年竞争力与出色大指标 分别下生理特征 恒常要实力 基础结束能力 配合未来变化能力 天赋因素 人力资源 以及还险配套 而竞争力就是以上七个指标的综合实力 与其他人做比较 故事今天的辩题要讨论的 就是微学位课程 和一般青年原本正在读的课程 何者能够提升他们的竞争力 而岸方反对辩题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 不符合香港需要 香港青年需要 现时在本港提供课程的机构 主要是外国教育组织 ADX 和初创公司 TechCareAcademy 他们的课程囊 都是教授人工智能 自动化编码 然而根据立法会被搜署 2016年的资料 香港青年大部分八成都在零售 线食及社会 和个人服务等学业工作 而这些行业并没有自动化 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趋势 他们的学习相关知识又如何提升他们在这个行业的竞争力呢 不论就聚的青年 论读书那班 香港青年可以分为没有入读专上院校 和有入读专上院校这两批 前者 没有足够学术能力升读专上院校的学生 如何受惠于微学位呢 更加黄论读高中的青年 但后者具备升读专上院校能力 也就是二人一六年香港中期人口统计报告所说的 五成四的香港青年 如果幼稚从事相关事业 但可以升到大学 学习更加专门的人工智能知识 同样是不需要微学位的 第二课程内容单薄献全面 微学位课程以时间短建训 正如ADX行政总裁Arnold Agarwal都表示 他们二人一六年底推出的微碩士课程 只有传统碩士课程的四分之一 刚才提到的初創公司TechGeek Academy 就表示他们提供的课程编买课程 只许十五周就可以完成 但这十五周学的只有一项技能 凡先左翼只有七大指标中的配合 未来变化能力一项 与完整的副学士高科文评和学位课程相比 微学位课程的小组报告 课堂互动大减 难以提升恒常愿实力 微学位课程都是线上教学 教育机构提供到的人力资源和环境配套 比副学士高科文评和学位课程少得多 例如个人导收环节奖学金 出过交流机的机会等等都不会有 从以上各方面可见 微学位课程为何压缩时间 裁减了很多对青年竞争力来说 很重要的学习内容 因此变成不能成立 多谢各位 正方主编发言时间为3分27秒 没有超时 不好意思 正方主编那个 break room 那个account 可以帮他进去break room 谢谢 谢谢 好 我妈妈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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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看 正方主编是不是也进去 好 好 好 接着就是台上发问的环节 先会由正方自由排出一位台上辩元 向反方主编作出提问 发问时间为1分钟 之后由反方主编有一分钟准备 然后再有一分钟时间作答 所有的时间呢 15秒之前就会有一丁提示 叮 之后就会轮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辩元 发问 正方主编作答 在评判评分的时候可以留意分子 反方分子第一格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的分数 现在先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辩元 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主席 示意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听完由方主编 其实不难发现 他今天将大学课程和微学位 形成对立 但其实我方的立场从来都没有要去对立 你读完大学微学位 你也可以读 就好像根据 Indeed的求职网站都指出 其实现在的老板 都是想请一些大学和微学位 通通都有的学生 去加入他们的公司 所以我想问一下 有方多些技能 还是少些技能 对于青年来说 有更加高的竞争力 更加容易获得工作机会 多谢各位 好 现在是反方 一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 请不吝点赞 好 好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反方主编作答 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 请向主席事业 可以 叮 主席评判 再次大家好 我刚刚都说了 Teky Academy 还有 Athics 都是大部分教授 大部分教授 科技的东西 而你们就说 读两次 餐饮部那些东西 究竟想问一下 究竟有什么用呢 还有 你在一个行业里面工作 你学那么多的人 做什么 如果有时间的话 见你们读两次 其实你们已经是无聊 你们读不同的行业 读两次 各位 好 现在到反方公辩 反方请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辩原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 请向主席事业 可以 叮 主席 欢迎订阅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游方同学一开始 就说了很多外国的事例 就说有七成的雇主 他们是会雇大学 今天未学位毕业的那些认证者 我想请问一下 香港有多少个百分比 都是 就是雇主是有多少个百分比 都是喜欢 只要读了大学 之后又读了未学位科程 多谢各位 好 现在是正方 逐遍了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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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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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留學都最實用的知識 這樣才可以更快提升競爭力 其次讀多一個課程 香港青年能力反而高了 競爭力同時也高了 究竟跟其他計劃甚至大學有什麼衝突呢? 這點有方法要解釋清楚 我方法從來沒有說過大學和其他學位和微學位是處於對立面 第二,有方法又說微學位課程不夠全面提升不了競爭力 但有方法忽略了的是微學位的特點 就是快速掌握某種實用技能 而且這件事在科技上的發展 而並不是全面的發展 就是針對部分方面發展 以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為例 也沒有中英訓練 沒有有方法所說的全面 那又是否提升不了競爭力 又不應該做呢? 而且我方今天專注的是長遠發展 有方法很嚇喊的 經常說是零售業、餐飲業 社會的趨勢就是科技方面發展 難道不再是有方法所說的零售方面 還有微學位是沒有餐飲業、沒有科技 而是科技這件事 現時社會發展急速 現在這個時代某一個年輕人 琴棋書懷、樣樣精、十八般武藝 而令年輕人的競爭也越來越大 香港請哪一個人 正正取決於那個人的技能、實用性 還有數量有多寡 先在運工方面看看微學位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我方承認當然不是所有技能 對社會當中都是好的 就像任方堂所說的餐飲業、零售行業 但正正透過修讀微學位 讓年輕人多一個機會接觸實用的技能 正正可以滿足公司請人的條件 現時就是你一份本地的工作 也有外國人來和香港年輕人競爭 而令到大部分的外國年輕人都有修讀微學位 如果今天有方同學說 全部年輕人都不應該修讀微學位 競爭力下降 結果就會令到香港年輕人在國際舞台上被取代 而拉近競爭者的方法 就是要在香港年輕人都修讀微學位的課程 才可以提升到對外的競爭力 至於個人方面 對外的競爭力以科學院為例 由6月到現在已經超過6、9成的畢業商是能夠成功就業的 修讀微學位可以幫年輕人認清他們的目標 同時也可以培育年輕人實用的技能 提升年輕人的就業彈性 最後想問一下右方 你下一間公司的老闆 你會請一個技能多些的人 還是技能少些的人呢? 多謝各位 好 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6秒 沒有超時 可以 可以 未得住 未叫你 Sorry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現在請反方一副的同學 來準備好可以行主席事業 可以 主席朋友大家好 首先就要努證有方主辯問的第一個問題 主辯第一個問題就問清ifall你給甚麼學習 但首先,我要努證對方同學 今日的变态是说青年而不是青少年 而且青年要学习知识那一大可以在大学高级文贫苦学士学习 为什么一定要在微学位学习呢? 另外有方同学刚刚说到有七成的雇主都会认受微学位 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香港的情况就是 Jobs R&L董事总经理李中兴都说 课程的认受性在本地传统企业眼中是比较低的 他们仍然是主要考虑持有相关大学学位的人 觉得密集式篇程训练是功于课程 他有可能在人士部筛选履历的时候已经被人筛逃了 而人力资源方面的权威人士都表示微学位是没用的 还有刚刚在台上发问环节的时候 我方就问对方一个香港的就业情况 有方同学说这个微学位课程不是只专注在香港而是在全球 首先今天辩题所说的是香港青年 有方同学可以交代有多少香港青年需要去外国就业 更何况就算香港青年要去外国就业 难道就不需要一个完整的课程 是需要多些 起码都需要一些学英文或者其他语文能力 其次就是今天有方同学还说读完微学位之后 青年可以学会了以往不懂的技能 如何对他们的竞争力来说是一个闭嘱呢? 想知道有方同学为什么学多自己的东西就等于竞争力高了呢? 其他的竞争对手在这15个星期里面 难道是没有学过东西吗? 竞争力并不是把读微学位之前的自己 和读完微学位之后的自己比较 而是和其他的竞争对手比较 其他的青年对手 其他青年的竞争对手不读微学位的话 可以去读碩士虎学士高级文贫 进步更加多的时候 即使你读微学位可以学多些知识的话 但依然是不够其他人多 竞争力也是低了的 其他人都是在同一时间里面学东西 而你就 而且是需要学一些你需要的知识 否则的话就没用的 何况 有方和我刚才还说过 现在青年的趋势是趋向科技和金融 但我们现在看回现时的情况 香港青年是大部分 超过八成都是在零售线食社会 和个人服务等等的行业 而这些行业并没有自动化 和人工智能的趋势 这些我们在主编的时候已经说过 请有方和有交看清楚 现时香港青年的状况 多谢各位 好 反方一副发言时间为2分51秒 没有超时 另外很欣赏同学也有站起身发言 如果评判想看同学 可能他的身体姿势 怎样呢 就按反方前镜 double click 就可以把镜头放大 因为反方同学 站起身的时候 就可能拍不到自己的镜头 如果想看回整个情况 就看反方前镜的镜头 那现在到正方二副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和主席示意 可以 叮 还有各位大家好 其实全场我方台上一副主编 都在问你 到底多些技能 还是少些技能 有方在答什么 他说多些技能 那你就要学一下其他 所以有方自己也知道 今天这群青年是要学多些技能 但是他在质疑 就是你要学些什么 他说要学些什么灵友 支持人 因为现在是在发展中 但我方现在不是和你看现在发展 是在未来发展些什么 未来发展些什么 去修读微学位 然后那些学生才可以 在科技、金融这些 有多些技能 他才可以 对应到未来的发展需求 公司才会请他 所以我下去 有方去说这个微学位有什么 弊处 他说原来 这些大学 副学士 其实已经做到微学位的功能 但是我方不明白 其实我方今天不是说这个微学位 要取代大学位 完全没有说他要 形成对纳关 而是你读完大学 或者副学士 你仍然可以去修读微学位 只是你再生读完微学位之后 你竞争力更加高 所以说到尾 是有方 你要解释的是 为什么这个大学和微学 一定要形成对纳 我方今天从来没有强迫 他要二扎其一 而再者 有方又说些什么 他说原来现在 香港的传统企业又不承认 又是一些人没有用 所以才完全不知道 谁说没有用 有方后场 请你再说这份资料 而第二就是 现在传统企业不承认吗 不是的 我见到香港的科企学院 三百多个毕业 三百多个毕业出来之后 有九成都找到工作 他找到什么工作呢 在香港自己找到工作 例如有汇丰银行 香港贸法国 其实都在聘用他们 在自己公司工作 所以见到原来 现在的企业 都承认了微学位的课程 有方要解释 到底为什么微学位和大学位 一起读完之后 就不会令年轻人的竞争力更高 他有两个技能 一方要解释 第二 他说原来现在香港青年 他质疑有多少人 是要去外地发展 但我方从来不是和大家看得很险 而是除了他要去外地发展之外 也会有其他外地青年来香港发展 所以今天要说他们读完这些名学位之后 和这一班外地青年如何竞争 就是他读完有两个学位之后 他的能力技能都会更多些 他的能力会更加厉害 而且大公司除了这些微学位的出现 他也会提升自己的聘用人的要求 所以他要读完这些微学位 当我们青年都读完之后 香港青年就要跟上这个发展 他才可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所以说到最后 有方完全说出微学位有什么实弊 就是质疑微学位有什么成效 我方全场都跟你说有什么国际认证 这些学生更容易出来找到工作 尤其是有方是这样说什么 资源不足 现在不是在发展中科技、金融 但其实有方自己也说不出有什么实弊 在压杀青年聚会的机会 当世界上的求职者 微学位、大学位 类似都有 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微学位 可否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 多谢各位 正方二负发言时间为3分07秒 没有超线 现在有请凡方二负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和主席善言 可以 叮 主席 评判在座 各位大家好 首先今天 有方三位同学出来都说的是 很多的外国事例 还有很多的微学位的优势 我们当然是承认的 但是我就想问 为什么 既然你说读到大学 读到大学 难道读了4年的大学 还学不到微学位的课程 那些东西吗 难道读大学不够全面吗 还有学习新技能 是否一定要微学位呢 我方都说了这么多大学的好处 或者就算不是大学 大专院校 副学士 学士 还有训练局那些都可以学到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读微学位呢 我们当然是承认微学位的存在 当然是有好处 当然是可以提升竞争力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读微学位呢 还有刚才有方托叫我们说回那个 不知道什么资料 其实就是 Jobs R&R的董事总经理李中兴 是说 微学位是没用的 根据明报加东网的报导都表示 读微学位其实 现在还未申请纳入资历架构的 Teki Akademi的创办人 刘光力都说 证书的认受性是比其他机构输示 但是因为课程提供实战 全靠口碑推广 连认受力都低于人 那怎样可以找到一份好功 又怎样可以提升竞争力呢 今天有方同学一直是注重于外国的事例 国际的事例 好,那我现在给外国的事例 关于认受力各方面 未学位的始组 Udacity的创办人 Sebassian Drun 他都说了 如果Udacity是一所真正的大学 他们将会获得行业的盈可 请问有方同学 连刑刊这方面的 都做不到的话 那又怎样可以找到一份好功 又怎样去提升竞争力呢 还有就是 其实我们 现时都有很多的大学 和大专院校 都有为学生提供了很多的 学习机会 有方同学今天一直 注重于 新兴行业 我告诉你们 在香港 2018年的时候 香港中文大学 已经是 创办了 第一个 AI课程 他们是 他们 是有四年的学习时间 有机械学习 深度的学习 他们的学习课程是很多的 他们不单单只修读一个科目 他们还可以修读很多 例如智能的生物医学 智能多媒体处理 以及港大的专业 进修学院 都有提供大数据 人工智能 和投资的行政 人员证书 既然这些学位 是可以比未学位更加优胜 读得更加全面 而且 在认识力都比他们高的时候 那为什么不认读这些 而去认未学位呢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反对未学位的存在 只是觉得有其他课程更加好 谢谢各位 好 反方二副发言时间为3分10秒 没有超市 现在我们会进入台下发文的环节 每方各有两轮的发文 那 台下的同学留意 你们发言的时候 必须是开镜头的 还有 发言前 是要跟主席示意话 可以 那我就会帮你解释了 那在 发言 到45秒的时候 会有一丁提示 那 一分钟的时候 我就会打断你的发言 那现在先请正方排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那你开了CAM 之后 我可以和 准备好就可以和我示意了 试咪试咪 听到的 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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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有科的前提很奇怪 说 微学位的利处 只是对于一些不读书的人才有利 所以当有科承认 即使我没有修读大学 那些青年都可以从微学位从中获利 而有科其实不明白大学生的利处 因为大学生专科化 我计算机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学位 不能同时修读 所以我只能有两个学位之间的其中一个学位的知识 但今天微学位是其实囊固了两个学位的知识 包括人工智能 大数据 制度化工程 云端编程等等 而且今天有科的定义 清少年是十八至二十四岁之间 所以我今天读完大学是读到读的 所以总括而言 以上的课程 大学读不到 但微学位可以读完 而读完大学 我都可以继续透过收读微学位 去进阶我的知识 所以想问有科 今天微学位的实例是什么 谢谢各位 好 现在反方台上的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 好 谢谢 我 感谢观看 好,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凡方派出一位台顺便缘约答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向主席善意 可以 叮 主席评论者,各位大家好 首先,有方同学出来是打倒草人的 我方从来都没有说过微学位是对不读书的青年有用 因为他们根本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去读到微学位 他们都没有这样的知识 我们在说的是微学位是被一些在职的人士去进修 因为他们不够时间 所以15个星期就符合他们需要的 给他们学一些技能 但是青年,他们在球学的阶段 为什么不去到一个更完整的课程 而是要再浪费多些时间,金钱去到微学位呢 而且他们的认受性又比不上学位 为什么要去读多一个微学位呢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 好 现在轮到反方 派出一位台下边缘 你必须开镜头 还有可以站起来说话 如果我看到你的前镜在这里的话 那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了,请先向主席示意画可以 听不听? 想问听不听到? 听到,听到,可以的 可以 叮 嗯 主席示意识 大家 今天我刚才已经追问了 那时候 那些人只是读了微学位 出来被人寻 被人请 但是我刚才只说了 有三个人读了微学位 之后是出来给女性 但我刚才没有认证到 这些人就是读了大专科 如果认证不到他们 读了大专科和读了微学位的话 又怎样认证到他们 因为读了微学位 而被人请 因为我们认识了整个大专科 有足够的人物知识 如果不是的话 反正有方和读的自由论 政法 和给出一些情绪 的明确 谢谢各位 好 主席提醒 刚刚台下发文的同学 记住 讲话的时候 对咪 那才会清楚的 现在正方同学一分钟 准备时间开始 那现在正方同学一分钟 音乐 韦 心 好,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正方派出一位辯月作答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後請先頓主席時宜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有分質疑為何他們找到工作的定關未何為止 因為那群人自己說,讀完未何位之後 他們可以找到那些工作 那些工作就是例如 好像科技學院說了 例如在匯豐銀行,香港幕佛國工作這些全部都是他們自己說的 好,有方不相信,我們再看你的資料 就是那個indee的求職網站就已經說了 原來他有七成的僱主都是說 想請一班又有未何位又有大學學位的人 在自己的公司工作 所以不明白為何不關未何位的事 反而是有方今日全場 不斷把大學學位和未何位形成對立 不明白為何一定要二責其一 今天我讀完大學學位就不能去收到未何位了嗎 完全沒有,不能去讀 而且有個很奇怪的 自己 只能加一個對象限制給他 為何會只有在職人士可以進收未何位 明明今天完全沒有對象限制 因為學生,大學學生都可以到甚麼時候 叮叮,我請停止發言 再次提醒就是避免用外語了 現在會進行第二輪的 販文環節 現在先請正方排出位台下便宣發問 你準備好後便可以和主席時宣發言 是否說 可以,說可以便可以 可以 零 除了各位大家好 首先有方同學是沒有質疑過未學位 可以令到青少年學到新的智識 另外有方同學是課程短微 但其實這就是微學位的特色 而且很多大學的課程只有三個多月 按照有方同學的邏輯說 時間太短,對於課程沒有用 大學的課程是否也沒有用 是否也要將它們轉實為四年才有用呢 最後看有方的邏輯 有方說大學也能學到微學位的智識 所以微學位就有閉處 按照有方同學的邏輯 其實大學也能學到副學士所講的智識 青年修讀副學士是否等於閉大於你呢 讀大學是唯一提升競爭力的辦法呢 謝謝各位 好,現在凡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 請 快 按照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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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準備時間結束 提醒在Zoom的人士 除了發言的同學 也想大家可以關一關 避免可以有其餘的噪音 現在反方準備好就可以向主席示意 可以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再次大家好 今天有方託的問題就是 未學位課程在大學都有得讀 如果未學位課程對青年競爭力是有秘書 大學的課程是否對 也有秘書呢? 其實不是的 有方同學 今天大專院校的資源和其他支援都可以比未學位更好 是他們的課程 科目可能是一樣 但他們內容是不一樣的 大專院校有更多的資源 例如大專院校入面 你有不明白的可以問導師 但是未學位是沒有的 香港大學國際交流計劃 香港大學和來自超過40個國家和320間院校合作 為學生分別提供每年為期一個學期和長達一年的交流體驗 港大的大學科目有很多都是全球排名最高的大學 除了交流計劃 他們還有訪問活動和海外暑期的交流經驗活動 他們有多了的留學體驗 謝謝各位 現在請反方進行第二次的台客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就可以和主席示意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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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聽不聽到 可以的 記得拿著麥克風對著麥克風說 好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新馬友方同學為何不是針對現時的實際行業情況 而是虛無飄減的遙遠未來呢 如果我們只是想像無限遠的未來的話 為何不可以想像人工智能取代人類 工都不用回去呢 多謝各位 好 現在正方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 終於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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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候 一部分 好,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正方排出一位台上便宜 作答,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主席示意 正方的同學 聽不聽到? 聽到可以 聽不聽到? 聽不到,OK 是看到樣子的 OK 準備好,可以 可以 有方陀就說 再一個位置打好,有方陀就問 為什麼我們不針對現時餐飲業 為什麼我們要針對科技 這些這麼渺小的事情 有方陀,我方主席便回答你 我方主席便回答你 現在注重的是長遠發展 因為社會的趨勢已經是科技 甚至乎所有大國家 現在全部都是在針對未來發展 都是在針對科技 所以我們不應該這麼沒有目標 只要追求餐飲業 一就是在講科技 我方已經跟他講了 現在微學位 沒有餐飲業 有方陀全場在質疑 全場在質疑 大學和微學位 就是對立的 他們立場就是不一樣 就是要進行比較 但有方陀,今天我們不是說 英元性變態,是說利畏性變態 今天我方看到的是 大學和微學位 更好提升他們未來的 謝謝各位 好,現在到結辯的準備時間 雙方結辯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完了就先由反主作結 再由正主作結 現在開始準備時間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好,结面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我们先请反主作结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就可以同主席时议 我想问听不听到声 听到可以的 可以 叮 大家好,在一场辩论比赛里面有双方四个不同的位置 而评判民观众需要聆听双方各个位置的发言之后再判定胜负 如果只听其中一个位置 例如转变的发言 就判定了整个这场比赛的胜负 就失去了整场辩论比赛的意义 双方每次都只需要练习 主变独告的技巧 便足以应付整场比赛 根本都不需要想对方会讲什么论点 会有什么反驳 甚至乎 辩论队都不需要有那么多队员 而对于赛家都不需要怎么沟通 大家想深一层就会发现 这种不合理的辩论比赛 跟我们今次提到的微学位课程真的很类似 他们都是由一个整体里面抽出一小部分 而微学位课程就是在一个完整的学士学位里面抽出一小部分 包装和浓缩成一个课程 然后二步的学生都学完整个课程 他都只是认识这种技能,是提升不了其他技能 之后在有方和我们的想象下 到职场上只是和人比拼 比拼他的技能多少,不是他的质量 他们完全不需要读完整个课程 他们完全不需要有校园生活 而回应有方一直对我方的质疑和疑问 我方从来没有说过 读完大学之后是不能再读微学位课程 我方从来没有坚持过微学位课程和大学学位课程是对立的 其实大学学位课程早已涵盖到微学位课程的所有内容 青少年在读完整个学士学位之后 有没有必要重复他读微学位课程 去重复学一个他已经识的技能呢? 在整场比赛,有方同学不爱乎认为 微学位课程可以帮助外国青年 可以帮助青年学到声称大学学不到的技能 以及受到外国的认同 但是有方同学一直都没有 一直都没有说出外国的例子 究竟怎样可以帮助香港青年 香港青年就业 他们不会全部都走去外国 他们肯定会有一部分 甚至一半留在香港就业 这样的情况下 在香港应受性不高的微学位课程 又怎样会帮助他们在香港本地就业呢? 另外大学其实可以去选择副修和主修 完成学习 有方升升其他在大学专科学不到的技能 加上大学学课程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广州影图 它都是比较全面的课程 可以全面这样提升青年的竞争力 微学位课程又只可以去 提升它一方面的实质技能 那么它又怎样去全面提升它的竞争力呢? 我方反对辩抵是因为微学位课程 本身就不学香港青年的需要 香港青年可以粗略分为 授业和读书那般 但是两种都不可以由 微学位课程上面受益 假设他们真的去读了微学位课程 课程应受性不高 加上课程内容根本就无法达到 香港青年发展事务委员会 2015年的青年竞争力七大指标 那课程又怎样会提升 香港青年的竞争力 帮助他们在本地就业呢? 香港青年每天都在用各种方法 学习各种技能 每天都在进步 被自己在本地的竞争里脱泳而出 而青年要学习要进步 主要是依靠教育 依靠一个完整和有质量的课程 微学位课程有没有好处呢? 当然是有 它只是快 它们只是教一个技能 那就快 它们就越快越好 就像有方说的鸡精课程一样 但它又忽略了其中的质量 微学位课程其中的质量 不过你出来社会 是要跟人竞争 最重要是比较其中的质量 不是比较有多少的技能 职场上不是斗法 它是综合能力 社会上普遍所认同的是大专学位 不是微学位 正正显示出普罗大众更加 完整的课程可以提升竞争力 不是微学位 不完整又质量不高的微学位课程 又怎样可以提升香港青年建制力 理大于弊呢?多谢各位 好 麻方结辨发言时间为4分11秒 没有超时 请正方结辨 进行总结环节 竟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先向主席示意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香港青年最熟的都是毕业后的出路 但内涵疫情市经济重瘡 令本来已经不容易找工 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青年需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终于去找一条更好的出路 而微学位的特色 正正是比学生在短时间内 学多个技能 保住自己某方面的知识 增值自己 和我包英地 微学位课程 的确对提升竞争力有利 而仲观全场 右方和我总共扮下以下的谋误 第一,立场 右方和学位大学都可以做到微学位做到的事 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就没有必要 但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大学和微学位是有冲突 两者根本不是在一个对立面 右方和学生不知为什么 所以学生一定要在微学位和大学中二乘其一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70%的雇主 都是想聘请微学位和大学都有的人 是否当雇主都可以聘请的时候 可见其实他们两人没有冲突 而微学位都可以帮助 而微学位和大学根本不应该做比较 有问题 其实今天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读到大学 而读不到大学的这班人 是可以透过微学位去接触到有关科技和金融等等的知识 再者我发现说过大学未必是可以全面 所有东西都全面学得到 况且公司可能需要认证者多个技能 例如一个读商业的人要有科技知识 这班读大学的人仍然可以透过微学位提升竞争力 可以微学位同时帮助到这两班人 读大学的可以争一求争 而读不到大学的亦同样获益多 有分堂同学就常说 我们微学位是没用 因为现在的趋势就是 参赢月、零售业等等 但其实有分堂的眼光很狡猾 因为它根本对未来发展的理解是出错 现在全世界都在做 关于科技、金融等等方面的发展的时候 那是不是觉得 外国现在做的东西全部都是费 因为现在做的东西只是一些参赢业的东西 但如果我们现在不多 去培训一些专业人才的时候 那之后还怎么继续发展下去呢 而我们看回香港2030发展难途的时候 未来的发展科 趋势是金融和科技 所以微学位正正可以符合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帮助青年提升竞争力 有分堂又说明学位 现在是比大学少资源 又不能出国那些 但有分堂没有解释到 为什么少些资源就有问题 是不是少了这些资源 就会令到他们找不到工作 然后竞争力就会下降 而有分堂又说读完微学位之后 未必可以找到工作 所以离学位就没用了 我反显说找不找到工作 其实根本不关微学位的事 还有很多因素影响 微学位只是帮助青年提升他的就业筹码 而有分堂又觉得不读微学位 就会立即找到工作 还是觉得读完之后反而会对找工作有归处呢? 而微学位正正是透过实习 在短时间内教导学生专业知识 提升学生的技术水平之外 也将增加学生找工作的筹码 帮助他们组入行接社会 今天我们看到不同的微学位课程 也有提供职能培训 而美国人民大学这个微学位课程 也有65%的学生找到工作 其余的也获得了晋升和加生待遇的时候 不明白为什么有分堂 我依然会觉得微学位是没用的 是提升不了竞争力 随着世界逐渐进步 香港青年不单只要和本地人竞争 更加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竞争 因此他们要加强自己的实践经验 和对自己专业的认知才有足够的能力 来自五门四海的人才竞争 而微学位正正是提供了一个更返更有效的途径 让青年在短时间内学多一样技能 并透过实习去多些经验 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当世界进步了 只是透过读大学去学习理论 已经不足够 要与时并进 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 才不会被时代淘汰 微学位比青年有更多筹码 去找工作去行接社会 香港青年也会有一个更好的出路 多谢各位 好 正方结变 发言时间为3分58秒 无消息 无需求分 现在就比赛告一段落 我们会等评判去做一做解分的工作 如果我看到评判你将分子 已经填了所有分数 我就会将它单位PDF 送给你 提提提评判 今场是要给最佳评判的分数 最好的辩元 在街边的位置 在主辩隔壁 第一个好的辩元 就给二字 最后一名就给一字 就是要选出街边的 今场 你会瞧 你会瞧 对 境内部 中西大厚 就是 感情很良 这么多有廉刑 在与点 我们会给你 更多的 你会做 好 好 kelu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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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年现在面对的一个环境 在这里我自己是有个疑问的 另外其实双方在讲竞争力的时候 其实我就期望可能正方或反方都会更加 然后反方就开了一个七大竞争标准出来 在这七大竞争指标里面呢 就会可以做出什么东西就会做出什么东西 不过如果你说在那个辩论场上那个技术性的操作上 我就觉得有点困难 因为你要讲到微学的课程又要讲到七大竞争指标 每一样东西逐一样去讲呢 其实有点夸张 所以可能如果被我打我宁愿选两个或者三个出来 我觉得很重要我只是选择那两三个来讲呢 那就好过读完七个 然后反一反二其实就掉了 其实讲得不清楚究竟在这个指标底下你打算做什么东西 所以这里其实我觉得就是反方给正方 其实是在那个定义和在画的那个战场的时候 是更加配合整个香港青年人的一些资讯 但是正方就比较高端 但是在讲的标准的时候 正方反而简单一点 总之就是找到工作就可以了 反方就是太阔 但是就没有一个很聚焦这样去讲 所以当画的战场画到大家有点不同之后 你就会发现 在一副二副的那些位置 那些交锋位就有点奇怪了 因为大家讲的其实是不完全一样的 另外呢 正方在讲那个 其实你会听得到正方 台上泛民和正一 正方都会很倾向问一个问题 究竟做了一样东西 现在我们的变题就是读了这个未可爱课程 竞争力是高了还是低了 那么就很执着去问这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自己做反方打利多于弊的变题的时候 我都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难打的位置就是 那你现在真是扔了时间精神下去做了A 做了A之后是不是真的有点好东西出来先 读一个课程会不会有弊处 所以这样去聚焦去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好的 是做一个切入点 但是我觉得 问完这个问题之后 如果对方不回答 或者已经回答了 隐约 那你就应该跟着去推下去 究竟读了这个课程的竞争力高和低是怎样影响清智园的竞争力 如果你可以在这个位置 在一二负那里做得好一点的话 我觉得就会能够回应到那个变题 但是正方有个位置很搞笑就是去到正结的时候 因为你一直都觉得 就是我听下去了 就是觉得有了这个微学位课程 就会有助提升就业 那突然去到正结就退回后一步 就是我看到你的份稿就写了就说 其实就不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 因为其实是提升就业筹码而已 那我做评判听 其实反方对你们读完微学位课程 是不是找到功的这个挑战呢 其实是不够强烈的 就是不够深入 不是真的可以动摇到这个点 那如果你份稿本来写了 不一定是读了微学位课程之后 等于提升到就业机会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都不用退了 你份稿直接不用说是 不用退了 直接就说其实都已经做了 那另外也有一些细微位想提一提 其实就是 如果你看到正方台下发问 第二条Q是有点怪的 就是对方就说 如果我是青少年 我15-24岁 我有得选 我为什么不选读大学要读 这个微学位 然后正方的台下发问 第二条Q就走出来说 你觉得是弊处来的 不读大学 读微学位是弊处 那是不是读课程也是弊处 其实你很明显是硬屈了来说对方是弊处 因为其实反方 不是说是弊处 只不过说是 你可以硬读大学 因为更加有这个水平 和更加全面的课程 所以我觉得这些这样的提问 其实对于评判去听 硬将对方屈了来说对方没说到的 其实是会 听得很不舒服 所以这些位置要小心一点 还有正方台下 第一条法问 我其实不太听得明白 即是你们讲 电脑工程和科技 其实我自己就 不太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因为 我觉得不需要花这么大时间蝙蝠 去 其实我自己也是读电脑工程的 中学的时候 但我也不太听得明白 你们想表达什么 所以可能 反而台下发问 不要花这么多蝙蝠去铺一些 比较专业的知识的东西 可能问一些逻辑的东西 会比较 可以讲得好一点 在反方那里 其实也有一件事 我觉得其实可以早一点点出 就是反方结辨才讲得 清楚一点 就是我听到 可能前面有讲 我不是听得很清楚 就是一个完整 还有质量的教育 其实对比起 这些微学位课程 很专门地 读某一个特定课程 其实是来得全面 来得有质量 其实我觉得可以再推前之讲 和大讲 这样的好处在哪里 那就会比较 就是比较到这一件事 这样 大约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子静老师给的评语 现在我们可以有请英华书院辩论队教练 杨前康先生给一些评语同学 你有请杨前康先生 听不听到? 听到可以 首先主席如果我的分子有什么填上的问题 可以帮我一下 就只是说回事 我说评语前 首先要谢谢赛会邀请我 一场评判 也也有准备这一场比赛 首先要认为 最纠销的一个意见 我觉得今天正反方的 不好意思,先說一件事,這條變題其實是很窄的,大家都知道 他說的內容其實不是真的很多 說來講都是微學位和青年競爭力的關係 其實那個內容是很窄的 所以我自己評分上其實對大家的要求都高的 因為一場這麼容易處理的資料的問題 你們說場上的所有資料,基本上大家準備的這條變題都會看過 那些邏輯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會對於大家在論述和主線建構上的要求都頗高 所以基於這一點,我覺得今天正反方是一個利幣的陳述 正方在利幣的鋪層上面 還有反方在利幣的標準上面 其實我覺得都出了一些事 我先講正方 我覺得今天正方的標準是夠簡單的了 就是多了技能是甚麼不好 但是簡單的同時也有很多問題 第一,有沒有必要是這麼簡單 就用多了還是少了技能好一點還是差一點 這件事當然可以說 但我想是要多些鋪序 如果不是就會變成 即是甚麼意思呢? 你多一個選擇永遠都沒有差 但問題在於 你要講得夠大 或者你要講得夠大 你都要有背後的東西 背後才可以出這個說法 我意思是 甚麼是背後的背後 例如是你一開始主編開出來的那些 譬如說 你主編第一個點說的 你剛才也講過工程 我理解的意思是 就是這樣 大學的時候 你就不能面面都選擇了 因為逼你去選某些分支 但微學位 就全面提供各種選擇 你喜歡畢業之後 讀甚麼就讀甚麼 所以這就是你們所謂的 沒有跟任何大學的課程有充的 所以這一點就是 其中一個你們覺得微學位的特色 但其實很老實講 除了這一點之外 微學位有甚麼特點 就是我聽不到的 就是 那 微學位有甚麼特別 以至於你覺得 青年人讀了之後 就多一個技能就好些 就是除了你覺得他跟大學 之間的課程沒有一個 就是怎樣說呢 大學的課程是逼你選某些分支 然後微學位可以 給多些不同的選擇 在畢業之後 或者出來工作之後可以選擇 之外 那些甚麼的利處 我真的聽不到 所以 我想 另外一個你的說法 如果你要回答我剛才的問題 你會說 不是啊 有國際的人跟你競爭 這個說法 我覺得是 去到 義父那些位 已經都得了 即是不太見了 甚至去到結辯 好像不太再提 國際競爭等等 所以我覺得 我不太聽得出 那個 微學位的 離處或者 獨特之處 在哪裏 以至於你不斷用那個標準 那麼多一個技能 有甚麼不好 這個標準去問呢 那我是反方 所以我覺得反方的同位 可以多一些 從這些標準挑剔 對 那你讀多一個技能 我覺得你有些說法 都 你答到正方 應該早點出 那你多一個技能 很簡單 你現在去工聯會 報告再職培訓 多一個技能 你現在去工聯會 求日報告美容課程 幫人化妝 你都多了技能 但是這樣不代表 對競爭力有很大的提升 問題都是你背後 到底 微學位有些甚麼 那麼獨特的地方 你覺得 多了這個技能 是那麼厲害 這個位置上 我覺得正方 不太說得到 這個位置上 那所以 一些建議 我覺得微學位 本身 就是一些個人意見 那之後 大家可以再去交流 我覺得正方 可以再說多一點 就是微學位 我想 它的微是有些 是有些特點 除了你 我也同意你所說 大學裡面 其實未必可以 甚麼都讀完 那所以 微學位 可以提供一個緩衝 或者你畢業之後 你可以再讀多些不同的課程 做了甚麼特點 我覺得 其中一項 是可以大家 今場會如何提及 但微學位 我想是在做 其實你在定義 也有說到 它是跟這些 實用的職場技能有關 而這件事 為甚麼 是跟微學位 這麼大關係 因為我的理解 就是 你們今天都是正方立 同樣不斷說 很多IT 項目 這是正常的 因為微學位 很多就是在程式設計 人工智能 我自己雖然 undergrass 不是讀電腦 但是 我對一些計劃 或者對遊戲的開發 都有些認識 所以 我會 有一些 其實正方可以嘗試說 微學位 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 它的課程 更新速度也很快 就是 還有本身 它開的institutions 就是很多 有些是你所說的 就是 techic academy 那一類的教育機構 有些其實是 就是 很專門的大學 開出來 甚至其實我覺得 今天正方沒有怎麼說 有些奇怪 就是 Google Amazon 本身這些科技巨頭 自己都有搞一些 這些 學位出來 可能去對應 更新的行業需求 甚至他會請 行內專家去教 所以我想說 其實 明學位 是比較能夠 調整到 實際的 職場的技能需要 說一些例子 譬如 我覺得你可以 政府中最剪述的是 譬如大學裏面 教你電腦 這樣才算 沒錯它會教你 你 開篇所說的 理論 或者是從 宏觀去分析 可能是 你讀 可能是 人工智能 可能是從 宏觀理論的角度 去講一下 人工智能 有些什麼 需要學 但到職場上 你運用人工智能 我想是另一回事 因為其實 不一定是 人工智能 遊戲開發等等 每一年都出現 很多不同的 新的 電腦語言 要來學 或者是 一些開發軟件 簡單來說 我用比較容易 Photoshop 不知道有多少人 會用Photoshop 但是 你可以想像一下 那個遊戲開發的 那個世界 或者是電腦的 那些行業 那些世界 每一年都有 新的Photoshop 這個說法 可能有些誇張 可能每幾年就有一個 但是 你想想 現在你學Photoshop 都可能已經很困難 或者 學用Microsoft Word 或者Excel 打的方法 那些公式 可能大家 初中電腦堂都接觸過 即 本身你都需要 一些這樣的技能去學 你想想 其中一件事 我想正方去延伸多些 就是 本身微學位 就是你一個人畢業之後 大學 你面對著 電腦科技 日生月兒 不同的技術出現之後 其實很需要這些微學位 本身去幫你 跟上進度 令你不要跟社會 或者跟時代脫節 這些位置 其實我期望微學位 應該會講多些 但是 今天正方 我這裡有其中一個例子 可以補充多一點 微學位的特點 以至豐富你的論述 當你問別人 這麼多一個技能 不好的時候 你背後就不會那麼空洞 而是真的有些 實的離處 這樣 我 反而是對 正方的論述上 這些建議 那 實際上 今天大家在爭辯 那些 找到多少份工作 數字 那些戰場 那我就覺得 嗯 嗯 嗯 我 不太知道 其實最終 是找到 還是找不到 但是呢 我覺得 這個位置 如果純粹講找工作 正方講得好一點 因為 在數字上 你也講到Tech 就是Tech Academy 裡面的人 給本地企業拼請 當然反方對你也質疑 但是那些人也說 是本身他的大學學位 所以才請 但是 但是 那個問題 就在於 那 Tech Academy 真的講過自己 超過九成五的人 是被本地企業拼請 而那些譬如 匯豐啊 那些什麼 某法局那些 就是我覺得正方可以 雖然我是打正方 這個位置有點難 但是我也可以想 找一下有沒有 方法可以扣連到 人家請你 可能真的跟你讀的 某個課程的內容 那些關係 還有我見其實 就是 今天大家都有提過 EDX的平台 其實 上面都有一些 資料 應該在說 就是 一個比較大的扣連 就是那些公司 想請回一些 讀那個program的某些人 我覺得 有些扣連 可以正方可以再加強 這方面的論述 而為什麼我覺得 正方在就業這方面 比較好呢 因為他都有用到一些 數據 去說 譬如 有某個求職網站的數據 七成的僱主都會告訴你 本地 就是 有微學位 還有本地學位 就是大學位的人 我都會 想優先請這些人 我覺得 數據上 我覺得比反方說的 純粹是 有些人力資源公司 某些說法 因為我不太聽得到 你一副說的 那些人力資源 那個人 什麼什麼性 他說什麼 微學位沒有用 就是我不太明白 微學位沒有用的位置 可能你的說法就是 因為 他為什麼要在大學學位 去聘請你 可能 我甚至聽不明白 為什麼會 在求職過程中 已經添了你 這個我是聽不明白 就是 那 你真的讀多了一些 給其他人 可能專業了一個技能 為什麼會 不反而篩 我覺得這些位置上 要解釋清楚一點 如果大家鬥了就業 比如找多了 還是少了工 這些戰場 我整個好處 但是整體我覺得 你的標準 或者你的標準 沒有問題 但是你的利處 不夠深 好 那對反方 為什麼我覺得利幣的標準 不是出了一些問題 就是因為我覺得反方的標準上 就是 正如正方所說 不太說出實幣 甚至我都去到反方 以赴講法要小心一點 就是你去到出來 你就會說 是的 我覺得未學會是有利的 我根本沒有說你 未學會是沒有利的 不是 你這樣說是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你大陸多於利的辯題 那你當然可以承認別人的利處 我沒有說你這樣說是有問題 但是問題就在於 你在承認別人的利處的同時 你有沒有做利幣的比較 首先這一場利幣比較 我已經覺得做得少 原因可能其中一件 就是反方 在你的論證過程中 不太說得出到底 那有什麼問題 例如你的項目 噢 今天的行業對應不了 因為現時有七成人 都是做飲食業的 所以呢 你這些需要什麼自動化管理 需要什麼人工自由 那算了 你不用讀這個微學位 這個就是你的說法 那這個閉嘴 那 那問題是什麼 就是 那對提升不到競爭力有什麼閉嘴 是不是 那是不是 就是 讀完之後 你至少也推一下 那所以不匹配 那個行業的需要 是不是年輕人讀了 就浪費了時間 浪費了錢 以至於 你那些時間可以用去報你那些 所謂那些完整的大學課程 那所以 就變成被人認識了 就是 也不太對應 但是我浪費了錢 就是這樣 起碼你才推出了一個閉嘴 但是我不太聽到那個閉嘴 純粹就是沒有什麼需要 就是 我覺得 所以 政方有些位置上都說得對 就是你好像打了一個 鷹然變態的進路 但是 為什麼會有一個明顯的閉嘴 不太聽到 反而第二個論點 就是你的閉嘴所在 就是 唯一我聽到比較明顯的閉嘴 但是我先說第一個論點 就是你的論點說沒有需要 嗯 所以政方對你整場的回應 我覺得是有點單調的 我們要高尖軟粥的 我們要培訓高科技人才 其實我覺得在講這一步之前 我覺得你也值得 我就這樣聽 我覺得有點奇怪 反方 引用了某份立法會文件 就說 有七成人都是跟飲食相關的行業 我就打了很大的問號 其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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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我的理解的交易 有些出入 就是 青年是否真的有這麼大比例 都在做事應 做這樣的工作 因為香港始終都是一個 就是 現在我就 什麼國際金融中心 就 就 我不想說這些 但是 都說的是一個比較 注重科技發展 或者是一些這樣行業的地方 那 青年人 我在想 是否真的 反方說到 就是 那麼飲食行業主導 我可以正方去質疑一下這些位置 所以你沒有必要一來就 那我為了很長遠的發展 不是看得那麼短時間 我覺得 不用一來就去到這個說法 第一步 不用去到那麼長遠的 其實很短期的 說著 年青人現在要面對那個 在職培訓 或者電腦行業的要求 我覺得已經高了很多 就是 反方說那些 現在都沒有飲食行業 要人工自行取代 這樣 我在想 是不是真的 我明白的 那你去到大街上吃飯 你不會有一個機械人 看看你會吃什麼飯 不會這樣的 我也不明白 但是 我想其實現在很多行業 是 就是 可能一些文書工作 我們這樣說 我們不要想到 這個世界 是飲食 因為做金融法律那麼高端 其實中間有很多 就是走斬空間 就是青年人可能做一些 一些 投資公司 不是 投資公司 好像很高端 就是跟一些 某些公司 做一些 HR 等等 工作 我想很多公司 其實 不同類型公司都有機會引入 人工智能 去管理某些事情 甚至 你做一個公司 譬如你分析數據 就算 你現在說 都要分析大數據 那些公司 即是有些 很多的工作 可能是幫人分析 一些公司的數據 客戶數據 跟大數據 都可能會有很大的關係 這些課程本身 你用微學位 可能都已經增進到 你的技能所在 我覺得正方可以 多一些在這些方面論述 而不用說到 是的 我們為了很長遠的目標 所以反方這個位置有點怪 最後一個位置 不好意思說得很長 最後一個位置就是 反方唯一一個閉嘴 就是一個完整的課程 是會好些的 就是大學的完整課程 但是對於正方問你 為什麼兩樣東西有衝突 反方我覺得 沒有怎麼回應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正方也要小心的 就是你好像誣了他的說法 他不是把兩樣東西假對立 就是可能你的表達有問題 他從來都沒有把兩樣東西假對立 我覺得 他的說法就是 是不是沒有把兩樣東西假對立 就是我不太知道 就是假對立的意思 就是我覺得反方的意思 去到後面比較明確 他的說法就是 與其 你花點時間 就可以讀這個微學位 為什麼不讀這個 完整的大學課程呢 我 我不 就是怎麼說呢 我不覺得他在這個位置 是假對立 就是他簡單來說 就是你要讀 那不如找一些課程 原備一點去讀 我覺得他是 真的跟你做一個真正的對立 他覺得 就是一個真正的課程 例如有導修 就是可能 sorry 就是 對中學生來說 未知什麼是導修 意思是 你在大學裡面 可能是有一些 多一些小組討論的機會 或者多一些交流的機會 比較重要 但是 問題也來了 就是青年 你也定義都學到十六至二十四歲 或者甚至可能 我自己覺得 青年 現在到三十多歲 都還是青年 可能你說中年 我不知道 但我自己覺得 都不會太過分 就是微學位 本身針對 可能其中一個部分的功能 就是 畢業了那些人之後 其實都可以讀微學位 或者大學都不能讀 讀死一輩子 所以就變成 其實這個 是不是有這麼大衝突 就好像反方那樣說到 就是 我們想讀書 就一定可以找大學來讀 如果一個二十四五歲的 學生 那怎麼辦呢 他想讀書 是不是很厲害 我現在退了一份工他 然後馬上去考證書 報大學 就是這樣 我覺得正方可以 在這些位置問多一點 與其說些什麼 假對了 還有我覺得 微學位 你本身也要強化它的 功用 是不是 下下都要有小組討論 下下都要有交流 才叫做好 你微學位學那些 很多都是人工智能 寫program 寫code 那你有什麼小組討論可言 我在想 就是這些位置 正方有多一些reaction 但是我覺得 反方不太能推得到 你的幣處 就算你有一個幣 也好 我覺得反方以負的 說法太退了 推到去 你看 你的微學位 也有離處 也有不同的競爭力 我全部承認 但是 你的幣處 足不足夠 和你稱正方的離處 當你承認了對方這麼多事情 這個禮拜 比較上面反方要想多一點 好 那我交給第三位評判 不好意思 說了很多 評語大概來到這裡 有什麼之後再問 多謝各位 好 多謝楊子湯先生 很寶貴和很詳盡的評語 現在我們請到最後一位評判 華英中學 辯論隊前教練 請你提醒 Can you hear me 鈴鐺 聽證明 聽到可以 我剛才的評判 我已經提了很多 妳也endra 大家也很心急聽賽果 其實也只是說兩個重點 我覺得這場比賽有兩個位置比較可惜 第一就是我全場都聽不到究竟微學位的定位是甚麼 我會知道微學位跟一般的高級學位不一樣 跟同學學位不一樣 他不一樣的地方是甚麼呢 我自己聽比賽的習慣就是我不會事前去做很大量的研究 因為我想聽大家告訴我它是甚麼 可惜的是我聽完這場比賽後 我都不太知道微學位的職能是甚麼 我聽反方結辯的時候 一聽開頭其實我小時候以為是正確的結辯 因為你說了一件事就是角色奇跡 其實為何在市場上或社會上會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級別 其實明顯是他們本身的社會定位都不一樣 可能UG是未來的詞 可能比較想走研究路線 外國的大學會更加明顯它可能會分研究型大學和職業型大學 例如說可能其他的職業培訓 或者黑碟 可能是專注於實用技能多些 我覺得微學位也是一樣 其實我聽完整場比賽的感覺就是 微學位其實根本就不是 如果我大學是讀電腦工程師的 或者讀電腦工程師的 我不會再讀這個微學位 其實微學位可能是 我自己讀生活學位的 或讀貿易的人 他想幫自己配備更多一種能力 他想看能否做一些比較金融科技上的 那他會去讀這個微學位 其實我覺得會有一點點 就是因為我雙方今天所說的都未必真的能夠講到這一個它的特別功能 你會變成就這樣跟它比較很多東西可能大學讀不到或者大學沒有做得那麼專業 我覺得聽下去就給不了太多影響給我 第二樣東西就是我很認同所謂評判講就是真的沒有利畢比較 我聽完城牆其實我聽不到有利畢比較這件事 正方的利畢其實很簡單 就是多一樣東西有什麼不好 這個很容易你學會有些東西做得不好 做得不夠好 就是你比較起其他類型的Degree 我會想就是它做得不夠好是否等於 對於提升競爭力來說是一個迷處 如果這個代價是付出得不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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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件事起碼會令到我後場 跟剛才的評判說差不多 其實都退到一個位置的感覺 就是你基本上都認同自己的所謂 就是我又不將它對立 我又不否認同學位的課程是有利畢 那聽到後場我就會問 那反方的迷說是什麼呢 這個我覺得就真的比較可惜 而且我覺得來看大家整個主線設計的分數 以及資料運用的分數 我會覺得可能兩邊今天在這兩個分數上 都未必拿得太高 而原因是正如上位評判所說 就是這條片是真的窄的 在這麼窄的變態情況下 我會期望大家在一些背景的鋪層上 會覺得好一點 或者我也會期望大家在推論上會深入一點 而不是這樣說給我聽 一個是講理論,一個是講實踐就完 那你講理論和實踐 你可以給實質例子 例如說在課程內容上 怎樣偏向理論,怎樣偏向實踐 那偏向實踐有什麼好處呢? 例如說,其實我不需要去學整個程式 怎樣去寫 或者整個私家語言怎樣去用 其實我只是想知道我今天要做這個項目 我要怎樣去寫這個程式 那你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的課程 你可以給我一些實質的內容去聽 起碼我覺得聽下去會多一點 否則可以到後面基本上是重複的 例子上面的應用同樣 大家用例子就是 某一個人說過一句話 就是他想請 或者某一個人說過一句話 就是他不想請 大家的例子都很停留在這裡 我覺得唯一好的就是 你可以很直接告訴我 究竟他對於 運工這件事有幫助還是沒有幫助 但除此之外就變成 例子上面的活用真的很少 我覺得大家如果真的有些學位上面 或者問答上面的問題 大家可以再問 不妨大家看到時間 因為下場的比賽11點就開始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徐小姐的評語 今場的結果 是以票數作結的 在宣佈賽果之前 我會先宣佈今場的最佳辯論員 今場的最佳辯論員 是正方的一副龍子恩同學 今場的結果 以票數作結 由補血會上至英文書院 對聖工會兩名財中學 今場的比賽是3比0 由正方補血會上至英文書院勝出 來告知 大家同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